日本在15号解除了南海海曹大地震的警惕期 但是日本气象庭举行记者会表示 虽然说一周的警惕期已经过去了 但是大地震还是有可能发生 所以需要随时的做好 放在准备 日本发布的南海海曹大地震一周警惕期 令很多鱼兰盆加期 计划回老家或出行的日本民众不得不推迟了行程 因为担心大地震 不少地方超市货架被抢购一空 人们囤积水和食物 尤其是防灾物资供不应求 日本舆论批评 设定警惕期的做法是夸大事实 令民众正常生活受到很大影响 日本气象厅和内阁府周四召开记者会称 今后仍要警惕南海大地震的发生 这次是2017年南海海曹地震信息运营之后 首次发布注意信息 今后还需要重新审查应对措施和疏散计划 四国的高支县被指定为南海海曹大地震的震源区域内 当地观光团体称 政府发布警惕期之后 退订电话络绎不绝 当地酒店至少发生1亿4300万日元损失 随着警惕期结束 在河戈山县海水浴场也恢复了开放 凤凤卫视 李淼 沈尼正胜 日本东西贸道